美台牛肉风波会不会反而是负面影响了未来的美台关系呢 前美国在台协会的驻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他认为不会 而包道格还说他认为其实台湾民众很喜欢美国牛肉 只是因为政治的介入才会引发轩然大波 对牛肉风波在台湾的持续延烧 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认为牛肉没有问题 台湾的政治介入牛肉后才引起民众的不满与反弹 美国商务部长洛家辉和美国贸易代表柯克 都将随欧巴马总统赴新加坡出席亚太经合会年会 美台能否在新加坡重新讨论牛肉问题 包道格认为除非台湾坚持要谈 美方在新加坡关切的议题很多 至于台湾民众在牛肉问题上的强烈 反应会不会负面影响美台关系 包道格认为不会 自从美台爆发牛肉风波以来 中天记者一直希望采访美国贸易代表署的主管官员 可是美方一再表示正在研究台湾进口牛肉检疫 及查验管理办法 研究结束前不便接受中天的访问 中天新闻 张国华 钟义庭 华盛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